在淡水区淡金路与滨海路一段的交汇路口 日行有民众反映 有许多的驾驶要从淡金路往三支方向 却无法左转进滨海路一段 相当的不方便 而市议员陈伟杰接到申请之后 也邀请公路总局以及市府交通局到现场会刊 公路总局及美公路段也同意在滨海路 将中央分割岛打通一个缺口 可以让车辆左转进到新市镇 在淡水区淡金路与滨海路一段的交汇路口 目前只能够让滨海路的车辆又转到淡金路往台北方向 不过日前有民众反映 许多驾驶要从淡金路往三支方向 要左转进到滨海路一段时 都得要到下一个路口 新市二路回转绕一大圈 因此日前市议员称为集合街道成情之后 也邀及了公路总局以及市政府交通局到现场会刊 那么左转滨海路非常需求 民众的需求非常高 那么过去警美公路段这边 他一直用路口间距200公尺 对这个地方的左转车辆 所造成的一个不方便 那今天刚好议员也办了这样的一个会刊 那可以来解决我们淡金路 左转滨海路 这是符合到民众的一个安全跟便利的需求 上公路那个不能轰 不受影响 因为那个带海上公的游览车 上下雪很多 大家已经习惯了 不影响我就没意见 里长说由于滨海路与一旁的上公路口 距离太近 先前申请开口都无法核准 但是现在有民众需求 北投理长说 在不影响到上公路口车流的前提下 认同开口 而市议员邱伟杰也说 既然民众有需求 要从淡金路左转进到滨海路 也希望公路总局能够同意开口 我们也特别请了这个林德福立委 来邀请这个公路总局 来这边来做一个限定的会刊 那我们希望说可以在安全无余 跟这个交通顺畅的一个前提之下 把这个开口把它开通 那也便利我们很多住在新市镇的民众 不用提前左转在新市义路做一个左转 而可以到我们在滨海路来做这个左转 让我们每个民众呢 回家路可以更顺畅更便利 也不用常常在新市义路这边 要等到三四个号制 还说不定没办法左转 以后未来这个滨海路这边可以左转 让它回家呢可以更省时 更方便 在一番的会刊讨论之后 公路总局及美工务团副团长也亲自出席 并且同意在滨海路的中央分隔岛打通一个缺口 让车辆可以左转进到新市镇市区 而且交通局也将会协助进行左转专用的号制设置 并且配合邻近的山公路口号制 避免造成交通打劫 记者许多安一 在学生房报道